信心就是愿力 上 信心就是他坚定的愿力 为什么有些人可以坚持成功 有些人就不能成功 其实这个坚定的信念就是他的愿力 我愿意学佛 我愿意成菩萨 我愿意去改变自己的命运 这就是信念 一个人愿意改变 才有希望改变 就像改毛病一样 有的人一辈子都不肯改 一辈子吃苦 就像有的人身体不好 一辈子不愿意改变生活习惯 他身体就一辈子永远不好 这就像改变身体的体质 你的免疫系统发生变化 你的身体才会全部好起来 用佛菩萨的智慧 用佛菩萨的智慧装满了头脑 这就是禅智 如果没有菩萨的智慧 就是两个字倒过来 这就是智慧 其实每个人都有一个头 两个手 两个脚 都是一样的 最不一样的就是这个脑子 有脑子的人就有智慧 有智慧的人就不是一般的人 如果你想成为不一般的人 就要有智慧 因为有智慧的人不会吃苦 不会沉迷在五欲六成 性愿坚定 见于行 实行佛道方改命 菩提禅至入心田 凡夫一可转胜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